近日,中国台球选手发挥出色 在前不久赵星彤刚刚夺得了英锦赛的冠军之后 斯嘉辉这位19岁的小将在业余系列赛中登顶 他战胜了90后名将 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实力 未来将有望进入职业联赛 成为一位出色的斯诺克选手 斯嘉辉这位19岁的小将 在最近的比赛里表现非常出色 在业余系列赛中 他12战11胜 仅仅输给了一位成名已久的老将 无缘获得那场系列赛的冠军 但是从整体实力来看 斯嘉辉这位选手的能力非常不错 他敢于去抓住机会进行听抢 并且头脑十分清晰 在排兵不振上面存在着很强的优势 斯莫克这项赛事 除了考验选手的手感以外 更要考验他们对战局的整体把握能力 每一次击球都会在他们的头脑中 形成完善的表格 对之后的每一步操作都会造成影响 而在最近的比赛中 年轻的球员不断涌现出来 在之前的比赛里 24岁的选手赵星彤 强势登顶英锦赛冠军 让大家眼前一亮 而在这之后 斯嘉辉这位19岁的球员 也频繁亮出优秀的表现 在最近的业余系列赛中 绝杀了90后名将迈克尔怀特 以一分之差显胜对手 这样优秀的表现 也让大家感到十分的满意 斯嘉辉这位年轻球员 目前已经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实力和地位 他将有望在之后的比赛里 成功晋级职业联赛 参加之后的是锦赛和多项大师赛 不得不说中国目前的年轻球手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之前奥沙利文表示 现在的年轻球员都去打乒乓球 或是篮球等更加激烈的赛事 不愿意来参加斯莫克等台球比赛 但是就中国斯莫克的发展来看 年轻球员的实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这项传统运动未来 也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总之希望在之后的比赛里 能够看到中国年轻选手的不断成长 期待他们能够在之后的比赛里 继续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感谢观看